越南政府总理 交通运输部门重要工程和重点项目指导委员会主任范明正 在宁顺省出席了甘陵永好高速公路落成仪式 继延州月滩高速公路通车投运仪式 上述是越南南北高速公路系统中 以公司合作模式投资的三个高速公路子项目中的两个 甘陵永好高速公路全长近78.5公里 途经沁河、宁顺、平顺三省投资总额3.76亿美元 甘陵永好高速公路投运后 从胡志明市到沁河省衙装市的车程将从8小时缩短至5小时左右 远州月滩高速公路全长50.5公里 投资总额超过4.65亿美元 该项目投入使用后 河内至一安省荣市的出行时间将缩短至3个多小时 范明正在仪式上强调 建设同步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是越南党和国家重点指导和实施的三大战略突破之一 甘陵永好高速公路和沿州月滩高速公路的投入运营 使全国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2000多公里 相信越南将实现到2030年高速公路里程达5000公里的目标